Hello,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蓝心花的制作方法 如果您是第一次点进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韩式表花的 如果您也对这类内容感兴趣的话 记得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那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蓝心花的分享 首先我们用惠尔通的8号圆形花嘴 打一个小小的底座 接下来我们用惠尔通59号花嘴来做花瓣的部分 大家需要注意看一下花瓣的结束部分 花嘴的大头一定要扎进去 然后朝我们的右上方进行斜拉 断的时候我们手腕稍稍的往外翻 这样的话花瓣就可以自然的呈现出一个小尖尖 我们一片挨着一片做 一共需要做五片花瓣 我们换1号花嘴做花心的部分 花心的部分我们只需要稍稍的往上提拉就可以了 华尔通101S花嘴 我们用来包住做好的花心部分 这个步骤和我们做水仙花的时候是一样的 其实今天这个花形的制作 我们也可以用作于绣球的做法 我们做绣球的话就不需要使用101S这个步骤 绣球的话我们把花瓣从五片改成四片 然后直接挤上花心 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学会了一款绣球的制作方法 所以今天这一期视频其实是交给了大家两款花心的制作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遍制作方法 大头扎进去往右上方斜拉 手腕往外翻 让它花瓣形成一个小尖尖 给大家看一遍制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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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期呢 会进行一个改版 增加了一个下午茶的系列 那如果大家也对这类的内容 感兴趣的话 记得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很期待下一期 还能跟大家见面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午茶 我们下午茶 可以 我们下午茶 一边 感谢观看